作为美军空中的绝对王牌 隐形战机的代言人 美国空军烧钱能力的天花板 代号闪电2的F35战斗机 以其昂贵复杂和强大闻名于世 最近几年 随着新一代航母的下水 一个离奇的绯闻 开始在全球军迷全力疯传 F35这位天之骄子 似乎跟自己最先进的电子弹射器闹掰了 这个传言在歼35 从福建号航母上一飞冲天之后 更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问题来了 这场被全球围观的技术绯闻 究竟是洛克希德马丁的工程师 犯下了无可挽回的低级错误 还是说 在这看似不兼容的表象背后 隐藏着什么颠覆我们认知的惊天秘密 而它的真相又将如何重新定义 一场正在上演的大国海军竞赛 好了 让我们直接切入这场全球技术绯闻的核心 回答那个让无数人困惑不已的问题 为什么最先进的F35隐形战机 却无法登上自己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 使用如今最先进的电子弹射器 这问题背后是否存在着F35的致命设计缺陷 但其实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换句话说 这整个问题都问错了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F35能不能进行弹射 而在于它为什么看起来不能 事实的真相是 F35的舰载型号F35C 非但不存在外界猜测的不兼容问题 反而它就是为了EMALS这种革命性的弹射系统 而被量身打造的黄金大档 之所以有这个论调 还需要我们把目光看向 F35系列战机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型号 F35C 如果你把F35家族的三个型号 ABC放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 F35C根本就是个异类 它身上每一处与众不同的设计 都在彰显自己的海军血统 它们之间的第一个差别 就落在了F35C的起落架上 作为舰载机 F35C拥有整个家族里 最粗壮最结实的起落架 特别是它那标志性的双轮前起落架 而这可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承受弹射起飞时 那股巨大的瞬间的拉扯力 以及拦阻着剑时 如同坠机一般的恐怖冲击 而在那个双轮前起落架上 还集成了一个关键不见 弹射感 这就是它的弹射计划快 进行对接的唯一接口 是它与生俱来的海军身份证明 第二点则是看它的机翼 F35C的机翼面积 比A型和B型大了整整45% 更大的翅膀对于飞机来说 就意味着更强的胜利 能让它在航母那短的可怜的甲板上 以更低的速度 更稳的姿态降落 而在那对巨大翅膀的末端 还带有一个折叠功能 这可不是什么变形金刚情节 而是航母甲板空间管理的刚需 要不怎么说 F35C作为舰载机 有着空间管理大师的自我修养呢 至于第三 则是看F35C尾巴上的多建构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 在F35C的机翼下方 其实隐藏着一个粗壮的 伸缩式着线钩 这其实是每一架舰载机的标配 也是它在万轻毕驳之上 唯一的保命措施 至于这东西有什么用 我们暂时按下不谈 容火力军我卖个关子 言归正传 当看F35C 这从腿脚到翅膀再到尾巴 每一处都与众不同的设计 我们也能看出来 F35C可不是在F35A的基础上 小修小补 而是一种从底层设计层面开始的 彻底的航母舰载机化载造 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为海军而生的飞机 又怎么会不去考虑 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设计呢 好了 飞机这边我们聊完了 那弹射器呢 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二个技术疑问 电磁弹射听起来很高科技 但它到底好在哪 如果就是为了把飞机弹出去 那这跟传统的蒸汽弹射 又有多大区别 区别那可大了去了 传统的蒸汽弹射 它的核心是靠一个巨大的蒸汽火灾 在反应堆提供的超高压蒸汽驱动下 猛的一脚 八几十吨重的飞机踹出去 这个过程充满了爆发力 但缺点呢也同样致命 那就是力量输出挤不均匀 在初始阶段 会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峰值 而且几乎无法精确控制 这对于飞机机体来讲 就是一种折磨 但电磁弹射EMALS 则和蒸汽弹射完全不同 它的核心依靠的是 一长段线性感应电动机 它的原理和大家乘坐的 磁悬浮列车有点像 通过产生一段平滑稳定 且可以被精确控制的 强大磁力场 像一只无形的大手 稳稳地持续地将飞机 加速到起飞速度 对比老旧的蒸汽坦射来讲 它的优势可以说是碾压极的 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减轻机体压力 电子坦射 那四般顺滑的加速过程 能极大减少对飞机结构的冲击 这对于延程战机寿命来说 意义非凡 第二点则是更大的灵活性 EMALS的推力 可以被精确数字化调解 小到几百公斤的无人机 大到几十轮的重型战斗机 它都能两身定制一套 最合适的弹射方案 这是蒸汽弹射 想都不敢想的操作 第三则是更高的效率 电机的充电时间快 所需的操作人员少 而维护保养 也比蒸汽机更简单 对于一艘分秒必争的航母来说 这些改变可都是实打实的战斗力 讲到这里 最关键的疑问浮出水面了 那就是F35C与EMALS的关系 为什么EMALS的这些优点 对于F35C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原因也很简单 这是因为F35C远比你想象的要娇贵 它可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 它更像是一台会飞的超级计算机 它的机身覆盖着极其昂贵的隐身涂层 这些涂层对于冲击和振动非常敏感 它的机体内塞满了各种精密 复杂的光电和雷达传感器 这些都是容不得半点野蛮操作的精密仪器 现在想象一下 用蒸汽弹射器日复一日的 把这样一台飞行的超级计算机 猛踹出去会是什么的后果 每一次团设都是一次对隐身涂层和内部传感器的暴力酷刑 场子以往必然会导致隐身性能的下降 和设备故障率的飙升 而EMA-iOS的出现 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平稳可控的加速方式 就像一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手 温柔地将F35C这件昂贵的艺术品 护送到蓝天之上 所以F35C与EMA-iOS的关系 绝不仅仅是兼容那么简单 它们是一种深度的共争关系 是一种互相成就的跨带飞跃 EMA-iOS的平稳 保护了F35C的隐身性能和作战寿命 而F35C的强大 则让EMA-iOS的革命性价值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它们本该是新世代海军航空兵的完美搭档 但混军都这么说了 那不出意外的就要出点意外了 意外很快就来了 而且是一种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 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既然F35C和EMA-iOS是绝配 那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F35C在弹射时 前几桌架剧烈震荡 甚至导致飞行员身体严重不适的消息 这又该如何解释 这个问题不用解释 因为它的确存在 而且一度让美军感到棘手 这一切还是因为 在早期的陆基EMA-iOS弹射测试中 工程师们发现了一个怪现象 当F35C被弹射出去的一瞬间 它的前几落架就像一根被压到底 又猛然松开了弹簧 开始剧烈地上下点头 根据飞行员的报告 这种震荡感强烈到 让他们的头盔里显示的飞行数据 都变成了重影 而他们自己的脑袋 则像是被固定在一个打装机上 经受着中度到重度的折磨 这已经不是舒不舒服的问题了 而是严峻的安全问题 一瞬间 F35C存在设计缺陷 EMA-iOS与F35八字不合的论调 甚嚣沉上 但当美国海军组织的一个空间队 也就是专家公关小组 对这个问题进行彻查之后 却得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大跌眼睛的结论 这个问题 锅既不在F35C身上 也不在EMA-iOS身上 那锅在哪呢 在牛顿 也可以说是在物理学上 机械共振 一个听起来很高深的物理学名词 是指当机械系统的振动频率 与系统的固有振动频率 比其他频率更接近时 机械系统会以更大的幅度响应 它可能会导致桥梁 建筑物和飞机等结构不当的结构 发生剧烈摇摆运动 和潜在的灾难性故障 例如1940年 著名的美国 塔哥马海峡大桥坍塌的部分原因 就是阵阵大风横扫而过 引起的桥的攻阵 最终使桥的阵幅 达数米之大 以至刚落成 才四个月的桥 就断裂坍塌了 而F35C遇到的 就是这么一个倒霉的问题 几个看似无关的因素 叠加在了一起 最后却成了F35C的老大男 第一是因为 F35C那根异常坚固的 起锣架支柱 为了承受着剑冲击 被设计的非常硬 回弹频率也因此很特殊 第二则是飞行员 那个重达2.4公斤的头盔 这个集成的显示器 和各种传感器的超级头盔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块 第三点则是飞行员的座椅 和约束系统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 复杂的振动传导体系 当EMALS以特定的加速度 将飞机弹射出去时 这三个因素的过有频率 竟然产生共鸣了 起锣架的回弹 带动了飞行员的身体 飞行员的身体 又带动了头上的重头盔 最终形成了一个 被放大了数倍的剧烈震荡 而这一切最终 全部作用在了飞行员的脖子上 所以你看 这不是谁坏了 而是大家太合拍了 合拍到了一个错误的点上 那么知道了病因 解决方案其实也出奇的简单 既然是频率问题 那我错开这个频率不就行了 工程师们对EMALS的 弹射程序进行了微调 在正式弹射前 稍微减小了一点点 牵制感的预拉力 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动 却成功地破坏了 那个完美控制的条件 结果是振动问题 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其实早在FA18大黄蜂战斗机 早机测试中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并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了 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 不兼容的绝证 而是一场典型的 在尖端技术整合过程中 磨合器产生的小问题 只不过媒体新闻 将其当成了设计上的翻车 这就成了F35第一个 也是流传最广的误会 好了 控制这个技术难题解决了 按理说 F35C和EMALS这对黄金搭档 应该早就开始联手支霸大洋了 可为什么 在那之后的好几年里 我们看到的F35C 仍然主要在老式的尼米兹级航母上 进行蒸汽弹射 而最需要它的福特号 却迟迟无法与它形成战斗力 到了如今 更是要避东亚锋芒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火力军表示 这次过真的不在飞机身上了 而是出在了那个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华舞台上 也就是福特号航母本身 福特号作为美国海军的未来 它也有自己幸福的烦恼 美军为了追求跨带的技术优势 美国海军在这艘船上塞进去了 太多新的未经实战检验的黑科技 除了电磁弹射EMA-LS 还有电磁阻拦装置AEG 全新的双波段雷达 全新的核反应堆 以及全新的电磁武器升降机 它就像一头由无数尖端零件 拼接而成的接头霸王 但问题是 新技术越多 往往也就意味着bug就越多 就拿EMA-LS本身来说 它在弹射F35C 这个具体动作上没问题 不代表它自己怪出问题 在造机的测试中 福特号上的EMA-LS系统 可靠性一度低到令人发质 平均无故障弹射次数 远低于设计标准 这意味着它可能弹射几十次 就得停下来检修一次 就在战时是不可接受的 而更要命的是福特号上 不止一个系统在拖后腿 与EMA-LS配套的电磁阻拦装置AEG 同样是故障频发 这里就要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桌建沟了 之所以要把它放到这里 是因为桌建沟的使用依靠的 正是它和先进阻拦索系统 也就是AEG的亲密配合 福特级航母连AEG都能不靠谱 那作为保命锁的桌建沟的作用 可想而知了 根据美国国防部作战测试 与评估办公室多年来发布的公开报告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EMA-LS系统的一项关键指标 叫做平均故障间隔周期 一直远未达到设计要求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 设计目标是EMA-LS平均弹射4166次 才会出现一次重大故障 但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 在早期的测试中 这个数字一度只有可连的几十次几百次 虽然经过多年改进 EMA-LS平均次数已经大幅提升 但距离那个完美目标依然有差距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 为什么这个听起来很先进的系统会如此脆弱 根本原因在于EMA-LS系统自身 一个极其复杂且环环相扣的能量转换链条 想象一下弹射F-C的整个过程 首先航母上那两座全新的A1B核反应堆 产生巨大的电能 这些电能被输送到四个巨大的飞轮发电机里 它们就向四个巨大的陀螺高速旋转 将电能转化为动能储存起来 当接到弹射命令时 飞轮发电机又在短短2到3秒内 将储存的动能瞬间转化成一股强大的电流 这股电流通过复杂的电力电子设备 被精准地输送到甲板下方 那就长达91米的线性感应电动机轨道上 产生磁场推动飞机 在这个链条中 任何一个环节从发电机 电力转换器到控制软件 出现一个小小的bug 都可能导致整个弹射任务的中止 而最要命的是EMA-IOS系统的一个设计缺陷在于 如果四条弹射器中的任何一条 出现了需要断电检修的严重故障 所有四条弹射器可能都得暂停工作 这在战时是不可想象的 传统蒸汽弹射器虽然笨重 但四条弹射器是相对独立的 一条坏了另外三条还能继续沾倒 正是这种系统性的可靠性缺陷 极大的限制了福特号的持续触动加次率 也就是在单位时间内 能够放飞多少架飞机 这个数字是衡量一艘航母 核心战斗力的终极标准 而一艘无法保证能随时随地 高频率的将F35C弹射升空的航母 即便飞机本身再先进 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每招只能靠一次又一次的部署 一次又一次的测试 去发现bug 修复bug 然后用软件升级和硬件改进的方式 去逐步提升系统的可靠性 事实上经过多次部署和数千次 弹射循环后 福特号的EMA-LS系统可靠性 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 美国海军也宣布 在后续的福特级航母 坎尼迪号上 EMA-LS系统的部分硬件和软件 都进行了重新设计 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成长的烦恼 所以福特号的EMA-LS问题 本质上是一场尖端技术 在工程实践中 必然要经历的成熟过程 它拖累了F35C形成战斗力的进度 但并不代表F35C与EMA-LS 在技术上的不兼容 然而就在美国海军 埋头骨干 控制控制 解决这些内部问题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歼35从福建号航母上 成功地完成了电磁弹射的起飞 而这一飞不仅是中国海军的里程碑 更是在公众认知层面 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它让美国的慢与磕磕绊绊 显得格外刺眼 从而在情感上 为F35步行的论调 提供了有力证据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 中国的电磁弹射技术 已经超越了美国 是否意味着歼35的设计 就比F35C更优秀 如果只关注这个问题 那火力军还是要说 少年看问题还是太片面了 虽然火力军不否认 中国的成功 是一场漂亮的 从零到一的冲刺 但熟悉军事的朋友们 还是要明白 福建号航母和歼35 歼15T空警600 这一整套舰载机电队 他们是在一张白纸上 从零开水 同步设计 同步优化的全新系统 这就意味着 他们没有历史包袱 所有技术都可以瞄准最前沿 进行一体化整合 而美国海军面临的 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 堆叠换代的革命 它不仅要开发福特级和F35C 这个全新的高科技武器 还要同时维护和升级 那支由十艘 尼米兹级航母构成的 庞大昂贵 且仍在全球服役的旧人舰队 这种增量式的技术迭代 必然会带来无数的妥协 延迟和整合难题 这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国防工业战略 和一个崛起大国 与一个守城大国 在发展路径上的根本差异 它与技术本身的优劣 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故事讲到这里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F35为什么不能电磁弹射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 最终的答案了 它能 它一直都能 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 一问背后 其实就是美军 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 第一 是一场可被解决的机械共振 它被误读为致命的射击缺陷 第二 是一艘麻烦缠身的航母 它自身的可靠性 与后勤整合问题 被错误的归咎于飞机的不兼容 第三 是一场大国竞争下的舆论风暴 它放大了表象 却又掩盖了技术事实 单卓又跟F35有什么关系 福特级航母的锅 从不能赖到F35头上吧 所以 火力军认为 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或许应该换一个问法 在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 一个军事强国 究竟该如何平衡创新与稳定 又该如何在一边推进革命性技术的同时 一边管理好那个错综复杂 且盘根交错的现有体系 这则是F35与电子弹射 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技术舆论背后 所以深刻 也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启示 好了 关于F35与电子弹射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除了F35 你还知道哪些武器装备的背后 也隐藏着被大众误解的有趣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掉剧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替叙手慢无 赶紧去抢 感谢观看 超级好 感谢观看 超级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